大家好,我是田园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芝麻油酥烧饼做法 首先我们准备300克的普通面粉 先加入3克酱母粉 然后再加入5克白糖,促进发酵 接着我们用筷子先把它们充分搅拌均匀 搅匀后我们再少量多次的加入大约180克的清水 然后用筷子先把它们搅拌成这种面絮状 然后再下手把它们揉成像这种偏软一些的光滑面团 揉好后再给它盖上保鲜膜 让它常温醒发至两倍大 接着我们在小碗里面先准备20克的普通面粉 然后先加入5克盐 再加入5克姜盐粉 最后我们再淋入20克食用油 然后用筷子把它们充分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面团醒好后先把它揉一揉 排出里面的空气 然后再用手先把它搓成长条 再用刀把它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剂子 我们取一个小剂子 先给它揉得细腻光滑一些 然后再把它按扁成小饼的形状 接着我们先把它擀成厚度约3毫米的圆形饼皮 擀好后我们在表面先抹上一层油缩 然后我们再像这样先给它切上一道 接着我们再把它从一头慢慢的卷起来 卷好后我们再把边缘的地方先给它捏延 最后再把它按压成小饼的形状 都做好后我们把电面称先预热刷油 然后再依次放入我们刚刚做好的生配 全程用中大火烙 中间给它们勤翻动一下 确保受了均匀 最后一直烙至两面金黄后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出的椒盐油素烧饼吃起来 外酥里软又咸香 味道表面买的还要好 如果喜欢的话就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